总统民调救不起来怎么办 对外打压我们要强势回击吗 新政府上任四个月以来 民调再探新低 总统蔡英文不满意度 一口气比上个月攀升快6% 逼近五成 新政院长林全更惨 满意度夭折剩下28.2% 不满意度飙迫五成 来到53% 挽救声誉 蔡英文主动出击 我也要在这里宣布 下个礼拜一的中午 我就会亲自召开 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我希望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决策的效率 跟进度更快 更周延 宣誓要创立执政决策协调会议 透过这样的机制 让重要政策协商 更有效率更周延 蔡英文强势回应各项挑战 这几个月以来 我知道很多朋友 对新政府是爱之深 得知欠 但蔡英文面对的压力 不只来自国内 日前才发表公开信 要立抗中国压力 还是要面对中国大陆 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排跳 但是遭受到阻碍 这就是最清楚的历史 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现实 未来这样的挑战 跟困难 也还会是持续不断 不只眼前国际民航组织 IQ大会备受阻挠 接下来还有国际刑警组织大会 蔡英文也积极凸显台湾 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 三连新闻方 蓬峰 陈乃宇台北报道